我住這裡 我現在要去 不行 現在都不行 但是對國家來講 它的考量是文化資產的保存 否則我們就不要這個法律了 那這個部分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這是立法案制徑通過的法律 所以第二個 我們今天的委員用來討論 就是今天這個細徵的一個土地建物 它的建物有沒有具有文化資產的價值 如果有 它是應該以古蹟 或者是應該以歷史建築來給它指定或登陸 現在行為好了 好不好 謝謝 我們先進入了一個土地的建物 我們要先進入了一段時間 我們先進入了一個土地的建物 在市場上就要來打算 我們要去建設你建物 它是有安置的地建物 我們要去建物設計的建物 我們要去建物園 建物的建物設計的建物 我們要去建物設計的建物 我們要去建物設計的建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您離開 然後我們要進入討論 好 每次都可以最初表達一點點 謝謝大家長期都是非常之深 對國家文化資產是最專業的 那我只是真的很誠懇的 希望大家在考量文化資產的同時 能兼顧民眾的權利 創造雙鄰 那剛杜發局也講 那其實我常常從那邊聽說 他肯定附地旁邊真的很鮮小 後面都是保護地 這也沒有辦法就地原理他這樣 但如果說可以 陳如剛文化局的同仁講 這樣創造雙鄰這個方式 這個模式的話 我覺得也許他們可以接受 可是好像感覺這個 礙於這個整個地形的關係 會有他的困難度 所以這時候就要考量大家的智慧 去研議出最好創造雙鄰的方式 希望真能夠維護到民眾的權益 好不好 謝謝 謝謝主席還有所有的委員 我們感謝大家的同意 謝謝 我們會很會很會 討論的時候會充分的考量 好 那我們今天可以嗎 我們三次現場幹場 我今天我來主席教練 太多了 我本來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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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那我們不是有好幾位委員都有 李委員你先吧 好 我們秀出那個照片好不好 好 第五項那個圖 第五項那個圖 有一個畫那個黑 對對對 來 我們比委員有一些想法 看看我們郭拉平怎麼樣 你們考量還是其他的委員 我早發言跟蘇席一學 要碗談到這一個房間的問題 差不多完 就如同清真寺後面那一個機槍 如果從這個地方 就如同清真寺後面那一個圖 那你矮碰碰碰呢 就是矮碰碰碰 就是建幣率到達百分之九十 比商業圈還高 建幣 我先請問一下 如果 那這個高度建幣也建於造價 也會上下來 對業主 對公主 相當的活動 那事實上這樣的一個經濟 做矮碰的方式 對住屋 住屋來講很好 你不需要偏管 你該得的容積 功能 而且因為樓層比較厲害 造價也會擋下來 然後採光在後面就算了 哇 那個風景也是很好 矮碰是可以矮碰的 所以這兩道基層都比較好 一般我們建幣率如果是十五 或是十五 或是十二 我們要依照現在 不用有免疫的容積 所以大概都大概以七成或八成 區域的問題 那他現在剛剛 有人提到就是說 建幣率放判到九十 我們大概沒有建幣率 放判這麼多的案例 我們最多清真寺後方的基地 如果我們進入的話 它應該是從十五方判到六十 那我們臺北市的建幣率最大的部分 就是三四百分之七十 那這個部分可能 因為坦白說這個案子 它都還沒有真正提出任何都市任務的申請 它其實有人在做這個 就是說如果好像是有一個建設公司吧 它可以試著用七十五 就是不同的尺度來做努力 十算參賽 那是什麼五十 六十 七十五 你也說沒有人到九十 請問你這個有法規依據嗎 可以做多少 我們臺北市的土地使用 我們是管制民事條例 規定這個地方就是四十五 那我們的第四種商業區 就是百分之七十五 因為原則上是希望 大家聽見你之後還是能夠施足 那這個地區大概沒有辦法發展 這是九十的原因是因為 一個是因為這個房在緩衝空間 跟保護區之間的這個緩衝空間 可能還是要留下來的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研究任務的這個系統性 因為研究院務必定是一個幹道 所以它可能還是要有在做損失的這個 這個人體系統的這個血清 所以大概前後還是要留這樣子一個空間 但是再加上你看到這個部分 你不可能塞建築在這個地方嘛 所以整個基地其實我覺得 它如果能夠用到百分之六七十的建幣率 就是我會覺得是說讓土地所有權人 或者是實施者 有一戰整合實施者來做一些努力試算看看 然後我們再來看說是不是我原會 如果說文資會這邊希望做我們這樣子協助他們 那我們當然就實際化就可以協助他們 然後再做一個專案的一個提示 那我沒有問題 好 事實上這個中規劃的時候 我就是認定的 我現在在平化街的這個特定區裡面 對於有趣的股機 它是幾乎百分之百 然後接入的百分之百 為什麼呢 因為它後面是保護區 然後這個如果留下來的寶 又建築 它是相當於一個榮國構 相當於一個榮國構 所以它跟林靖的建築幾乎沒有太大陸像 因為基本上它的保護區已經已經回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它四周這邊都是綠地 都是保護區 然後這邊又是一個擁有景地 前面又是一個道路 事實上這也是其他的 所以我這邊有些讀計的話 我們要適合安排考慮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說 除了防災緩衝空間 跟人型系統的建立 需要被留下來 其他的都可以 讓他來做最大建築的這個模擬配置 我的意思就是說很多東西就是死 因為在這個地方非常特殊 因為它幾乎是上面都是綠地 這個上面都是綠地 它只有這個地方進出 那你說一定要在這邊有一個反的法律 一個必要 我知道是法規 因為法規是它固定死的東西 但是法規它是一個空間的 所以我要是覺得你可以排除 它可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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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的有過程度 但是它不是都市計畫定的 我記得這個問題 既然有誰 那就是我一個 既然有誰 第26小時 為例 歷史建築紀念 跟主席委員報告 那其實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看起來有些地方 是也唯一要考慮到建築神怒的必須 這沒有問題 其實我覺得未來的這個開發方式 那會用這個主義做的最大方式 會去考量 因為盡量去保全所有權人的權利 這部分 其實跟這個已經下一個階段部分 那主席委員會下個結論是 請就是文化局跟都法局 再往後必須考量所有權人權利部分 去討論這個部分 那我們就是盡量努力 跟都法局做這個後續的討論 跟土地的 即使是土地就要變更的這個處理 那當然今天 我覺得這麼一個很膚淺的地方 就是假定它是令人 能不能把它稍微移動 往上移動 我們這邊按鈕頭 是嗎 這個跟北投是不一樣 北投它是不夠狀 主要是 這是專照 這是專照 殺人 殺人 那你如果是有個女生緊張 你不就贏了 那個女生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它可以上去 我真的不懂 不是 這也是一個影像 對 這個到時候再說 反正就是做 對它最有利的方式 我們現在先來決定 它是不是 對 我們今天來決定 國基一定要決定 因為它到底是不是可以登陸 有意思建築 這樣子 我本來還想說 登陸的指定為國基 可能對它更有利 可是國基不能移動 國基的移動更困難 對它來講 也有不好的 那我們現在大家來討論 先講那個 就是文化之產 你們已經看 你們 好多委員已經去三勝 你們都已經一再炒弄過了吧 那我看你們的幾個問題是說 大家都支持 登陸的歷史建築 我們今天就要來 趕快來決定 現在是一點半了 對 抱歉 對 抱歉 那這兩位請問一下 其實 我們今天請教我們 會開三次會開 就代表大家提供的問題 對 但是 的確 大家也針對這個 所謂的 這所有的全業部份 調心理由 研究這個問題 那 當中這個的話 已經講說 如果我們可以盡量 把這個建築去放 範圍 這個方法 那我是建議這樣的 因為它主要 比較重要的介入說 都在裡面 畫面那個空間 樓 都在下面 對 下面這邊比較是那個 服務性的 工作性的空間 所以也許就是必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這個地方 對 從這裡下 你們聽聽看王偉有的意見 他說到那裡 你再畫一下 對 到這裡就好 對 那個地方是什麼 下面那是什麼 下面那就是那個床 對 所以我們登錄的範圍可以把它縮短 他會這樣子喔 有的時候你就是因為範圍 把才可以用剛剛朵巴黎講的這些 那如果把範圍縮小的話 他這邊就要依借有的法令 是不是這裡 那不一定啦 那不一定啦 我們當然對所有人人做最有利一點 讓這個有可能 可以適合 因為它要保存 然後是使它的建築可以受到影響 當然就是我們可以考慮到它建築 那只是說包括建築率的幅度 這個部分就要看它配置的和合理 我現在覺得它這個空地不是太大問題 因為它是一宗建築 所以整個是一宗 這邊都是它的空地 這個後面這個都是空地 這個空地算起來就已經想得多了 並不是太大問題 只是說這個地方要怎麼去維化 對 它就是我們現在先來說 大家是不是贊成是歷史建築 有沒有能反對 我跟人家說 它這個建築它的金門主要是它在專門 在南港地區 沿著基東河 沿著基東河 它這個地方多是專業的工廠 所以缺家當時的寫家 除了樓跟這個 對於這個地方的開發 可以上一個生產 非常有感 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沒有一家專業的工廠 所以你們看這個缺家建築 它每次能在那裡鑽 雖然在日據時期 柯上的裝飢館區走開了 然後再加上裝穿著上的一個建築禮塑 還有後來的這個寫字 在台北地區我們看不到什麼 所以我們根據文化智商 它的藝術 它的科學價值 跟缺家過去的不同的意思 你說藥倫 我覺得說 它的不是已經很脫術了 可能這時候我們有點不及 所以請問我們盡量幫它們多爭取 讓它們少的選擇 那大家都有共識 好 那就是它是怎麼樣 這個辦法裡面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是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第二個 表現地域風貌莫名堅藝術特色 第三個 具建築史或技術史的價值 剛剛薛老師講的 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個決運就要是登入歷史的價值 然後呢 那我們的這個理由呢 理由 這個理由 剛剛 我們可能到時候還要講 先不要講理由 這個第二項的這個名稱 名稱 南港缺障屬錯合成居 第二種類是宅地 第三位置或第二層 第四喔 這個第四要非常的注意 到底它的第1號面積 它什麼小段什麼什麼這個 我們有沒有很精準的計算出來 有沒有 我們就要像某一個資格 已經被宿願會撤了腳兩次的說 你每次都寫得不對 再去講 我們是整個嗎 這個有點要台灣理由 是我們是整個寶都登入嗎 還是 還是什麼 我們一定要整個都登入 對它才有利 它才有辦法將來建築一個要什麼才能夠 剛剛講的是最多位的一個鋪陳 是整區才行嘛 那第三頁的這個 等一下秀出來那個登入的理由呢 缺家族錯德成居 約鑑於日之時期 甲子年1924年已經九十幾年了 建政早期泉州南安區 是家族移民獲得發展歷程 建政南港開發市具保存意義 二 建物座西向東 月片東南 文明南 紅磚 隔院隔局 主體牆採TR 磚器牆集 商言牆集 呈現紅白 襯托名 剛剛徐老師講的好像沒有寫出來 你說那個磚 那個磚本身製作非常精美 對 非常道地的 第三 沒關係 今天所有委員講的理由 都可以作為你們 像是修正這個登錄理由的那種 就跟前面那個案子一樣 還有沒有什麼委員要再增列的 或者是要修正的這些理由 我們在寫這個理由的時候 最好最後一個句話 是套上我們那個辦法裡面的 它是具有歷史文化價值 把它套進去 還有你們委員有什麼 有基準嗎 平定基準 怎麼樣套上那個 因為最近行政法案一直問你說 那你是哪一款啊 你講清楚啊 你什麼都沒寫 不知道哪一款 別的地方政府就這樣被撤銷了 然後保存 我們是什麼 還是叫部分保存 這個叫聖音 我們就是只有前面那裡保存吧 上面 那我們保存 那我要不要像王偉講的 再把它移上去一點 後半部那個部分不要 還是全部 那這一半 我們可以請各位 會主導 就是王偉你說 到底下面那一塊要不要保存 或是要試轉一下 什麼是對它最有利的 那你們再跟他們所有捲分來 委員阿翔 各位 我想建議就是說 現在在討論的時候 是不是請那個開發單位 把現有的法律的限制 那個範圍 就允建的地區跟容積 那個框框 可以先告訴我們大家 包括剛剛發展主講 因為它又有山坡地 又有我們圖管的小線等等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剛剛幾位委員討論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還有一些談性 就是到底要保存哪些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保存方式 因為再利用方式 應該講再利用方式 因為我們第一次的案件 這個再利用方式 除了部分保存保存哪些 另外我們也可以簽建 我們也可以轉移位置 甚至我們也可以在這個建築物的部分的上面 在蓋新大樓它是可以 它還有非常多的方式 所以我想這個也提供給這個開發單位 就是下次因為你們會希望 是與建的最大容積的部分 可不可以規劃出來你們需要用什麼方式 所以要突破哪些的法令 那這樣或許也可以提供給大家 作為一個討論的基準 因為其實建管法令其實非常繁複 有時候不是像我們現在想的那麼簡單 因為除了地面上尤其地下室要停車 所以那個車道本身有一些限制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還是要麻煩開發單位 因為你們之前其實一定就是做過很多的研討 但是我們今天的討論 其實我真的也覺得 雀佳在南港這個重要地位 其實是應該要留下做一個紀錄 但是我們大家也都認同這個開發有需要 所以剛剛大家在討論有非常多的方式 我們現在就希望在中間找到一個這個雙贏 所以我們也願意來協助突破一些法令 但是這個法令又有很多層級 我想剛剛答案覺得有些是我們師府內部就可以突破了 可是有些是建築技術規則 那個的突破你就要到中央去 那個有時候可能不是譬如說停車問題 很多那個規定就不是我們在這邊 想要突破就可以決定 這個我想建築師他應該很遲到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在這邊 其實充滿了一張牌子的想像 下一次的時候是不是可以 可以把這個法規的限制是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以開發商的角度 因為今天也知道我們委員 其實希望能夠保存一些主要的部分 那有一些彈性請大家提出來 我們再來這個做一些討論 那我是覺得我個人會覺得 剛剛幾位老師講 有沒有可能抑壓我們可能保存部分 或者甚至我的建築物或者停車 我可能一部分是容納在大樓裡面 我覺得我都有可以接受 那就是其實是看最後規劃出來的這些想法 這邊可以那個委員可以表達這樣的意見 那我只是把大概 將來剛剛蘇老師建議那個部分 將來是要到都發選民營去討論 然後有關這個計劃相關可不可以的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剛主席講的 要把那個地號跟範圍寫出來 然後將來他在整個檢討的時候 才有可能通過 那我們至於一個其他 譬如說35 38 39類的 有一些部分都要到都發局去討論 那我們去都發局談的時候 或是怎麼談法 是我們這個會後者 有你們 剛剛那個夫委員提到的就是說 因為他是希望能夠先看出配置 才能夠確認他到底保存的範圍 哪一些的部分說不定他可以調整 所以現在的狀況應該是還是 如果說我們文字會現在沒有辦法 在資訊不是那麼確定的狀況之下 沒有辦法確定說 是不是我們其實剛剛看到的那個範圍 就要完整的保存的時候 那法案局也沒有辦法 在裏頭去做挑戰說哪邊要就哪邊做 所以可能缺切的那個保存範圍 可能還是要在文字會做權人 就是那個比奧跟房子的形狀 是屬於我們要往區處理 所以現在要處理就是那個 保存的那個形狀 對 就是剛剛這個圍的那個房子的形狀 還有比奧多寡 這個人也可以占得多寡 是人資會處理 是的 不過我們登陸的時候 沒有有登陸保存範圍嗎 有嗎 可是我們的這個辦法裡面並沒有 我們登陸只有講原則 新法是警細誌裡面出版 出來的 對 他竟然沒有 我是這樣建議 因為我們主要保存這個 當然現在畫的範圍 但是如果說算是有範圍的話 那範圍的土地勢必不管出草圍分測 這個土地利用權有限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範圍是我們的第一件 但是 它的第一件寶物範圍把它畫成大一點 對 土地也畫大一點 所以它這邊幾乎可以百分之百去蓋 空地就把它當作這個 對他們講的最有利 這樣才有利 對 不過的話我們畫一下這個去 它怎麼做也做不出來 是的 好 那我們現在李委員跟王委員說 那個藍色的部分的下面那一塊可以不用 那個要不要 那個跟登陸有沒有關係 本體 因為這個部分是利件 利件其實未來要留哪個部分 其實還有那個彈性 對 所以你登陸的時候 可以這個全部登陸文件 全部保存範圍 但是那整個本體的部分 我們不需要出來 因為畢竟是利件 那之後的哪個部分 必定要留的部分 可是我那會跟它的利號有關呢 不會 不會 因為建築物本身訂說 反正我們如果保存他們 全部對他們有利的話 就全部 然後到時候再去算 哪一個對他有利的話 然後那個本體服務 對 因為這是下一階段要系統 好 我們現在討論 當然是 就溫州委員會 依據 就是 我自認定的專業來 認定 這個 我想 剛剛已經有一些 很好的討論 那 剛才那個 李前郎老師也講 其實過去 意見股 其實那麼多年來 其實從政府角度來講 也的確是希望說 能夠達到一個 平衡 雙贏的狀況 所以剛剛也談到就是說 這樣一個畫法 雖然 郭智倫會有專業的看法 不過就是 站在 雙贏的局面 或者說 站在政府要 同時考慮到 這個 地主的權利的時候 當然會要 文化局跟 都化局那裡 對話 那所以 因為 剛剛幾個委員 已經提出一些 我覺得還不錯的想法 當然這個 看來是後續 需要討論的 那 我 我個人也同意 就是說 讓這個整個 基地比較有彈性 應該 歷屆的話 就是黃線之內 那因為是歷屆 所以 裡面的建築物部分 要怎麼做 其實 任何可能 都是可以討論的 那這部分 就牽涉到 剛蘇老師講 就是 我想 那缺世家族 其實 其實對 專業的資源 各方面 其實 可以看出來 就是 網絡非常 非常 活絡 所以 其實對未來的 實施者 或說 實施者 委任 或缺家委任的 規劃者 其實可以 看一下 就是說 從你們家族的角度來講 怎麼樣 能夠提出一個 比較有益的方案 那這個方案 其實事實上 是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 不管是 獨發局來認定 討厭到 扩大容積或等等 那 那因為 整個 歷屆事實上 範圍很廣 所以這個裡面 叫藍線的部分 是 委員 我覺得 現在看到的標題物 覺得是 可以反映到 對家 過去的南港 的一些 歷史痕跡 所以 藍的部分 就像 王老師講 就是說 有些部分 實際上 是可以跟蹤的 假如說 譬如說 要讓這基地 比較有效使用的話 德城區 南邊 實際上 未來 一開來 也是一個可能性 那我想這些部分 主動權 其實還是要回到 家族裡面 跟 假如說 未來開發要做 實施者 其實是 需要做一些 這些考慮 因為 其實很多基地 只是在那邊 算數目次 其實是不準確的 幾乎不準確的 不知道 謝謝 謝謝 那這樣子 我們今天 就是 因為 從我們文資專業委員的立場 今天如果沒有把它 登陸為歷史建築 這是不太可能的 從專業的立場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的決議今天就是 登陸為歷史建築 那至於它的範圍 保存範圍 就是全區 這樣子 是對他們所有權忍 是最有利的一個方法 那第三個 我希望能夠 我現在這樣子 做一個決議 不曉得大家會不會支持 就是說 接著下去的話 我們下次還要 就是在這整個 我們在這個 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 在這個圈議員 以及他們剛剛 所有全人 一個一個發言裡面 它有三個重點 就是說 所以依照這三個重點 我是希望說我們將來 文化局跟金花局 我們要等於他們財產損失最小 第二個 建築安全的維護 第三個 讓他們能夠安身立命 這三個原則 你們能夠好好的 從都市計畫法 建築法 還有相關的他們的執法規等等 從那個 我們這個文資法 第26條的這個定場 來給他們做最好的一個 溝通協調 這樣子 可以吧 那我們今天這個案子就結束 我們還有一個 什麼臨時提案 謝謝姑媽局 謝謝你們 很辛苦 還有我們的 委員我們要先確認 整一案一的那個 案名的這個 對對對 第一個案子後來怎麼樣 我們後來查的結果是 警隊重置 對 前台北市警察局民房指揮所 就是這兩個 對 二 寫個二機關使用 如前五 二機關使用 對 對 再來 好 謝謝 然後這樣就可以 讓他查出來 就沒有等了 好 謝謝 我們還有一個什麼 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本市市令5級台北公會堂 寶壘廳內部雙修正報告案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長官大家好 我是中山廠 請問黃國賢 今天跟委員報告 有關於中山廠 寶壘廳的整修 提案 大家手上有我們的 檢報大綱 檢報資料 檢報大綱 部分 我們會從寶壘廳的 基本資料 檢介 以及寶壘廳的 委外經營 室內整修 以及維護管理 這五個方面 來跟大家做報告 首先 寶壘廳 它是在中山堂 二樓的東面 它的使用面積 是有128.85平方公尺 它的委託禁令的使用部分 除了二樓的寶壘廳 還有寶壘廳的外面的路台 還加上一樓這個記憶小塊的面積 總共有306.6平方公尺 佔我們整體這個 中山堂的2.6人的面積 寶壘廳 它是 它在過去東會堂時 就是叫東集會室 是一個比較小的集會空間 那它裡面有一個 賠賓室 還是賠賓室 獎分 宋美玲 是私人的休憩的相仿 那寶壘廳跟中山堂一樣 它最近有非常多重要的一些 歷史事件 曾經在這裡發生 那包括1955年3月3日 這個中美共同防疫條約的 灌輪在中山堂的寶壘廳 以及民國56年7月1號 台北市改制為直下市 的交界典禮也在寶壘廳 那今年已經是 台北市改制50周年了 那1954年到1966年 新的武獎公三次當選連任 在中山堂的就職典禮 也是在寶壘廳外面 接受民眾的歡呼之意 以及代表當選概念 那另外在寶壘廳的外牆 也可以欣賞到 中山堂的建築特色 那這些都是我們職工 在新代理民眾來導覽 的時候的參觀亮點 那有關於中山堂的 這個委外經營的部分 可以分成兩個時期 一個是104年12月以前 跟105年11月以後 那105年11月以後 我們是改用台北市市有公用房地 為多使用辦法 那由顏義華小姐的標 那我們因為是採用標注的方式 所以是依照這個公有地價 來計算它的租金 那它現在目前呢 每個月要繳交是 90600元的租金 所以一年的收入可以 達到100多萬 那委託經營跟這個標注案 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因為委託經營 它有一個比較強的 這個供應委託的目的 那因為我們考量寶壘廳 它的空間其實面積很大 那它過去一向是單純的 這個餐廳的使用 那所以我們認為 用標注的方式 可能相對的單純 但是它在古蹟的維護方面呢 其實一樣在條款裡面 有相當的規範 那有關於續約條款部分呢 那是依照府裡面的規定 就是它以三年為限 那首次使用 跟各自續約期間呢 不得超過9年 那接下來呢 就是有關於這個 保養廳的這個室內整修部分 那這個廠商在去年11月得標之後呢 那就是它有 它仔細看過整個保養廳的 這個空間的問題 它覺得要經營比較長的時間 它必須要將室內的空間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廠商提出它的設計 出稿之後呢 我們在1月 今年的1月13號 邀請李前良老師 還有薛景老師 到中山堂來跟廠商做討論 那之後廠商做完整修之後呢 我們又在24號及28號 特別邀請兩位老師到現場 來再做一次這個審查 那目前廠商必須將 委員的這個意見呢 修正好之後 那完成這個圖桌地設計 由中山堂送委員會 來請送文化體來審查 那今天呢 我們就比較重要的項目 包括天花板 牆柱 橫窗地板 晚線 以及露台 六項領域說明 那首先在天花板的部分 那天花板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原先的這個天花板 它是為了加裝的是封管 所以日後增設的這個天花板 那已經有非常多破損的地方 那如果說這個天花板 沒有辦法拆除的話 它裡面的封管也沒有辦法整修 所以委員是同意就是說 可以拆除天花板 然後甚至可以恢復到天花板 它原先的這個高度 那最後廠商的試作 是拆除了一部分的天花板 然後可以更新封管 那拆除的部分呢 就這樣這樣才會玻璃 那沒有拆的部分就重新留期 那委員的審查意見呢 是有關於顏色的部分呢 可以再做一些這個調整 那接下來這個圖 左邊這個左上角 就是原先它的天花板 以及空調的情形 那下面這個就是它 拆除了一部分的天花板之後 然後做了一些處理 那也因為這樣的 這個我們東邊的這個凸窗 法律莊長非常特別 這個凸窗能夠顯現出來 而且也恢復了一些 它原來天花板的這個兩拖的部分 那右邊是它現在目前 拆除部分花板 裝飾殘味玻璃的狀況 那另外就是在牆跟柱的部分 那因為它的這個牆面 是比較特殊的工法 那也有一些破損跟這個屋子 所以老師本是認為說 不要破壞原有的牆面 但是可以用加裝覆蓋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廠商是加裝吸散蓋板 然後鋪射這個壁紙 那只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原來這個堡壘廳的東面 是有一個假牆 遮蔽了這個空調箱 那這樣它拆除之後呢 就恢復成一個塗裝 所以大家從這個照片 可以看出來 左上角是原來的這個牆壁 那上方的右邊是 它放置這個空調的位置 那拆除之後呢就呈現了這個塗裝 那因為我們在拆除的時候 我們在拆除的時候 我們在拆除後發現 它的這個東邊的這個柱子 有兩種顏色 那外面顯現的出來呢 就是宮廷式的 上面是金色 然後附身是紅色 以及下面有咖啡色的 這三種顏色 那它裡面是完全是白色的 所以廠商在做這個油漬的部分 除了這個封面 這四個它是用另外一種 綠色的油漬 跟牆面 跟原來的這個牆面 類似的這個油漬 其他的這個柱子 它都是用白色的這個油漬 那另外再看這個 有關門窗的部分 你們的意見就是 希望在維持原來的這個風格 不破壞結構下 門框不應該做任何的變動 那因為我們發覺這個 所以廠商它也是 就是沒有做空洞門窗 但是它後來加上去的這個甲板 以及它的這個 裝飾性的這個木條拆除 那恢復成原來的這個 中間是海棠花的這個壓花玻璃 我們從下一張的這個照片 可以看出來 就是右邊這個是它加裝了 我們中間廠原來的這個木門的壓花玻璃 那接下來是地板的部分 那地板的部分呢 我們都認為這是原來的這個地板 不應該要做任何的破壞 但是可以加上去地板 那後來廠商考量就是 這個地板的狀況都還不錯 所以呢 將這個地板拆除之後 將地板這個打磨上亮光 那下一頁就可以看得出來是 小尖的 左邊是小尖的 衛避室 跟右邊的這個堡壘廳的 地板的狀況 整修的狀況 那下一頁也關於管線的部分 這個也是因為我們的管線老舊 因為前一任的經營者 其實並沒有處理這一塊 所以廠商有將管線更換 另外曾經在阿易莊排關箱的燈點點 那接下來是露台的部分 因為露台的部分 平常在前兩年 已經將所有的我們的這個 這個露台已經鋪設這個防水部 但是在保壘廳這外面 並沒有鋪設這個使用的電子 所以廠商為了顧慮到 為了顧慮到後來的日後使用上的安全器 所以有考慮要加裝護欄 所以老師們之前來的意見 就是希望它的高度要如何發揮 在外觀上不至於太多目 不會讓人在廣場上很多看得到 那後來這個廠商是考量 就是說用比較技術的方式 除了鋪設這個木板之外 它在這個 可能可以從下一頁看到 它從女兒牆的這個 這個牆面上 下面有一些固定的扣管 然後做支撐 用這個繩索加以這個固定 跟木板固定 用這種方式來取得 這個其當時實作的狀況 那這一次的整修呢 主要就是因應這個新的廠商的一個經理 那他也非常的喜歡這個場面 希望能夠在一個安全無益的狀況之下 來好好地經營 因為他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在做室內的整修 那我原上基本的建議是 這次的室內設計 多維避這天花板及色彩的調整 沒有做這個結構上的電動 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下面有兩張照片 一個是室內跟室外的照片 那最後我再談一下 就是寶臉廳的這個維護管理 那剛剛有提到 雖然我們的法律 已經改變成是標誌的方式 但是我們可以在契約上面 還是異國資法做相關的規定 包括他可以用這個生活的聚據 那以及他要進行不常的維護 那有任何的這個增建或改建 都會經過兩方的訓練同意 那我們中山堂在整體的這個空間上 做的任何的公共安全消防健常 也都會將寶臉廳 納入這個接受主管機關的健康 那等以上的就是針對這個 東安堂寶臉廳的整修跟建議 我們也希望這個 我們會站在這個管理者的立場 善盡這個管理能夠出責 那也希望這個寶臉廳在委員的協助之下 能夠盡快的讓他這個正式運運 幫大家來享受這點多分態度 以上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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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兩位 那我們有兩位委員有去看過 薛委員跟李委員 那我們現在請兩位委員 看有沒有意見 這是個古蹟喔 所以我們的胸部要非常的慎重 剛剛李委員有跟我講一些連整 然後剛剛有說已經告訴台灣 薛委員你先 市長跟李老師 跟別人先問一下區關 那基本上現在已經錯了 不過他我們第一次拿還沒走 原來寫意見 那原則是要分別照 他還是要分別照 本來我這邊覺得 導演是原來有什麼好 因為在日本當中 是有七十五天的網站 但他們拆除了 都會不會 所以只是把以後做 做過生意 把他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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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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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委員 好 我們沒有去的委員 做個補充報告 因為中山堂它在二戰結束之後 民國可能四十幾年 他有一些整修 他的整修就是做那種供電式 那種中國的那個 那個五建築的那個天畫 那這個作法從今天看起來 也有一定的年代 但是事實上槍斷打開之後 發現從民國四十幾年到現在 已經六十年了 他大部分的材料是那種 三甲板 美麗亞棒 而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木頭 所以他的損毀比較嚴重 而後來他們把他打開一部分 發現裡面就很差 情況很差 所以這個部分在這一次的 這個四面狀況裡面 鏈燈比較大一點 因為他就把這個 這個情況比較差了 他就把它拿走了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是覺得 因為我去看了怎樣 是基本上符合我們 古基無化資產的可逆性的原則 就是說現在他是委託這個經營者 那也許經過幾年以後 經營者撤退了 他要恢復原來的形狀是可能的 所以我去看了這個結果 基本上我是可以 還可以接受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去看了 也會比較漂亮 但是這個也沒有辦法 因為中山堂 他是需要吸引一些人 他就門可裸卻了 所以這點我去看了 我是還可以接受 謝謝 其他委員還有沒有 是委員 不是 是是是 廠商委員 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去過 兩次 這個裝修的廠商 我們一直交代他 不能去專心 因為早期落學的時候 曾經有去取量 結果停工的時候 有去做這個補 那裝修可能 現在他有一些固定的 剛才講到外交外框框 他固定的可能還是要限制他 盡量不要去用什麼壁斧 那個固定 用黏著層 這個可能要平行一下 另外有兩個 一個 你就是 在古蹟這邊的話 應該有 經濟的計畫裡面 好像都沒有看 還有管理維護計畫 這兩個都可能 好像還沒有送到 去裡面 這部分可能提醒 你一下還是要 打鼓頭 打鼓頭